普丰集团打算在花林设置多座养鸡场 也引起了地方的反弹 花林县政府农业处处长罗文龙 15号在议会的临时会被议员问到 花林县内有几座畜牧场 因为打不出来而愣在台上 招批一问三不知 县议员张美惠、杨华美 要求县府管理自治条例 在没有上路之前 普丰申请案应该要全面的停止审查 而最后也通过决议 县议会要组成专案小组来监督这个案子 县议会临时会23读会议上 上午审查农业会补助 畜牧场登记以及管理计划的时候 虽然补助预算仅33,000元 但是议员没有联想到普丰设厂案 要求农发出长罗文龙说明 畜牧场的管理计划 议员蔡吉塔则询问全县共有几座畜牧场 论文打不出来任在台上 杨华表示普丰闹得飞飞扬扬 出厂竟然连现在几座畜牧场都不知道 不少议员抱怨向农发出要不到资料 要求宣服对普丰案应该要公开说明 让民众适宜不要让议员们在网路上被点名 甚至遭到霸凌 现已议员于不义 民间很多的疑虑都一直在沸沸扬扬 所有的议员都在谈这件事情 但是为了什么 为了就在讲环境 而不是在讲依法 依法我相信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们根本没有自治条例来保管 所以为了保障厂商跟人民的利益 我真的要呼吁现在你们的 自治条例在出来之前 一切申请与建设的进度要再提 有次说花莲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 依然是这么重大的事件 不为了商务的事件 任何花莲先要开发重大的议案的时候 尤其是有关于环境污染 或是任何的案件跟在地有关系的时候 我要求原刑处去告诉这个处事 如何要来开这个部落的同意自治疗权 包括我们之前的温泉也是一样 部落如果不同意的话 这个开发案是没有办法获得 但是马上处长是说要邀请我们到西部去看 我们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不妥 因为很危险 突然跟上个厕所也会出事情 所以我再次还是要慎重的再提出说明 还有真的是讲的我非常不妨 对普方案 花莲先会也要求农发出在自治条例 办法还没有出来以前 普方案要全面停职 也才是由农业小组造成的王业美组装案 进行会看邀请业者办理说明 记得终于欢迎收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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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